欢迎来到一天听一点 今天很开心跟你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叫做为什么不能说不 好 今天这一段内容呢 不是要跟你分享 不这个字是禁语 好像你在人生当中说出来之后 从此以后就会过得很悲惨 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任何语言呢 都是可以使用的 但关键在于 我们有没有有意识的使用它 当不这个字成为你不假思索的习惯的时候 那它对你会造成什么影响 你仔细想一想 我们在生命当中 是不是经常会使用这个字 来表现出自己的意愿 比如说我不想吃面 我不想吃饭 我不要你这样子对我 你不要生气 你会发现哦 这些是不是都有不这个字在里面 甚至于关于排挙抗拒 否定静置这样的一个角度 那这样的一个状态到底它有什么问题呢 难道我不能说我不想什么 我不要什么吗 其实不是这个意思 再次强调哦 我说任何语言都可以使用 任何话都可以讲 但关键在于你有没有有意识的去使用它 如果它变成是你无意识的习惯的时候 我们就要来看看它会对你造成什么影响 所以如果回到我们整个人类发展的过程 其实你会发现哦 每一个人从婴儿期青少年到成人阶段 不这个字其实占有在发展意义上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你看一个小婴儿 他要表现出自己的想法 自己要什么 自己不要什么 他通常第一步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他不是明白的告诉你看着爸妈说 爸妈 我现在要吃饭 我现在要喝奶 我现在要换尿布 你知道这是不合理的 因为小婴儿他根本不具备这样子使用语言的能力 所以他如何要让他的照顾者知道他现在的状态呢 比如说哭喊 然后哭喊的过程当中 你去照顾你去做很多的尝试 才会慢慢的知道他要的是什么 然后你会发现随着孩子慢慢发展的过程当中 他开始表现出自己的自主意识 除了是这种生物性的反射之外 你会发现他会先从 比如说你在喂他吃奶的时候 他如果不想吃奶 他会做什么事 他会把头撇开来 你会发现当我们在说不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经常是不要 为什么几乎你会发现很多的文化说不要的时候都是这样子 他其实是一个在我们演化过程当中 应该说在我们发展过程当中 我们表现出自己不想要演成东西的一个行为 所以呢 你会发现当一个孩子 不管是我们说可怕的两岁 Terrible two 还是呢到青少年 他们最常说的就是不 我不要什么 我不想什么 我不喜欢什么 那所以不这个字其实是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表达自我意识的开始 那他到底有什么问题 既然他是表达自我意识的开始 但注意哦 其实他只是个开始而已 如果你一直停留在表达自我意识的开始阶段 那你就走不到下一个阶段 我们说一个人要表现出自己的独立 自主的意识 他必须要先从不开始 然后慢慢的走到他怎么去实践自己的欲望 也就是说从不走到那我要什么 其实欲望的实现更是自我意识的表现 其实如果你有做一些创作的工作 或者是你自己独立完成一些专案 或者在你的工作上面你慢慢的独当一面 是不是这样子 你会发现所谓的独当一面 并不是用删去法 我说我不要什么 我不要什么 我不要什么 而是所谓的独当一面是 你很确定今天的任务是什么 然后你要达成这个任务 那你必须整并什么资源 你必须做什么样的一个取舍 所以呢 你会发现一个人自我意志的终极呈现 其实是先说他自己要的是什么 但是呢 如果回想一下我们从小到大所听见的 或者是所习惯的很多语言 你会发现有非常多的步 刚刚开头的时候也有跟你分享咯 比如说我们从小到大被管教的过程当中 不要顽皮 不要迟到 是不是静置的说法 可是他父母亲或师长却很少跟我们说 你可以在这一面墙上画画 你可以现在安静的看书 你可以等爸爸妈妈三分钟 待会就陪你玩 我们很少听到这种语言 我们听到的是不要闹 所以呢 而且呢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其实语言跟行为包含思考方式是一个学习跟传承的产物 甚至于包含到我们成人期的时候 当你要规划自己的生涯发展 要找什么样的工作 只要不要太累就好 你会发现你好像觉得自己说得很清楚 所谓的不要太累就好 可是你真的有说清楚吗 你真的锁定在一个不太累的工作 就等于那个工作会是你想要会快乐的吗 再来人际之间 有时候你遇到一些人很烦 你跟他说你不要烦我 或者你没跟他说你心里想的是只要他不烦我就好了 真的烦问你 如果他真的不烦你 真的就好了吗 他会衍生出其他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遇到很多人为人子女 遇到父母亲 常常说他只要不对我乱发脾气就好 可是你想想看一件事情 如果你从小到大你的家人就这样对待你 他突然之间那个行为突然消失了 你真的会安心吗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所以呢 我今天分成几个层次 让你从一个不是经验分享经验谈的这种角度 而是从心理行为发展当中 让你知道其实不这个字 对于我们各个层面包含自己 包含我们面对他人到底会有什么影响 第一个层次 不这个表达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 它对于你行为习惯到底有什么影响 你会发现哦 我们的大脑其实是听不懂不这个字 怎么说呢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实验哦 现在你看着我 或者是单纯的你只是听着我的声音 但是呢 我请你跟我配合一下 你可以闭上眼或者是只是看着我都没有关系 我现在要你专注在你的思考 你什么东西都可以想 但是千万不要想白熊 不要想白色的熊 不要想像北极熊那样的白熊 好 经过了我刚刚这样的一个引导 你刚刚不管在看着我 还是呢 听着我说话的过程当中 你的脑子里面有没有浮现出白熊的画面 或者是白熊的影像 或者是白熊的任何一切相关的念头 十有八九你一定会出现的 为什么 因为这是我们大脑运作的方式 当你要告诉自己说 我不要想什么的时候 你一定要先想起它 然后再用意志力告诉自己不要它 所以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逻辑哦 当你告诉自己不要想白熊 你脑袋第一步 一定要先有白熊的样子 白熊的概念 于是呢 第二步告诉自己不要 可是你会发现哦 第一步想出来了 第二步告诉自己不要 但是你却没有告诉自己说 那我要什么 也就是说你在这概念当中 产生了一个空白 你想到了 然后再不要 接下来是个空白 我们的大脑通常遇到这种概念的空白的时候 就会找东西填补它 会找什么填补呢 你可能想到了 找白熊填补 因为它是你刚刚先想过的东西 所以为什么我常常说大脑听不懂 不 我们很容易可以说出自己不要什么 不喜欢什么 但是当那些不要的不喜欢的 都消灭都消失之后 你就一定会快乐吗 不一定啊 我们的大脑听不懂 不啊 讲一个最生活最简单的例子 多少时候 可能你有吃宵夜的习惯 你信誓旦旦的垂自己的胸部说 我终其一生 我这一辈子再也不要吃鸡排了 请问你能忍多久 你会发现哦 你越是用力的告诉自己 我不要吃鸡排 鸡排的画面 鸡排的欲望 鸡排的口味 在你的全身全心里面不断地萦绕不去 一直到你又跑去鸡排摊买了一块 咬下的那一口 你终于有一种舒畅又罪恶的感觉 所以其实不对我们的行为习惯 会造成这样的影响 你可能想要帮助自己 想要让自己变得一个更好的人 养成好习惯 可是如果你用不的思维的话 它其实是适得其反的 我常常说不 它在于我们的行为习惯当中 它会创造出一个结果 叫做你越努力越挫折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这句话就是 你越对抗的只会变得越强大 你越对抗的只会变得越强大 所以呢 不这个字 在于我们的行为跟习惯当中 它常常是我们挫折感的来源 我们很少的被教育被学习 可能从小到大都听 你不能这样 你不能那样 所以我们的内在语言也会是这样 这是第一个层次 那第二个层次 不对于我们跟他人互动的认知 会有什么影响呢 你会发现人际之间的互动 是彼此认知跟建构出来的概念跟结果 讲一个最简单生活的例子 可能你都遇过 你可能跟朋友出去吃饭 或者跟男朋友女朋友出去约会 这时候你就问啦 你要不要吃饭 哎呦 饭好干啊 你要不要吃面呢 哎呦 面汤汤水水的又好热 那这个时候你就问他说 那你想吃什么 他回答你 随便 好随便也就算了 终于你去决定吃日本料理 结果呢 吃完之后 他跟你说 嗯 有一点吃不饱 你会不会很火大 你会发现一件事 不这个字 不管是对外的语言 还是对内的语言 他在互动认知里面 他就会去造成一个 这样的一个状况 叫做 可能其中有一方 或双方 都很想要努力的取悦 另外一个人 但是他都得不到快乐的结果 所以呢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常常说 特别在人际互动当中 我们常常可能跟另外一个人说 你不要惹我生气 注意听 你不要惹我生气 可是呢 当你很用力的 私生力竭的 义正言辞的 跟对方说 你不要惹我生气 等于你有说清楚 你怎样才会开心吗 你会发现一件事哦 有时候如果你经常性的活在一种 不管怎样都不快乐的情绪 或者是状态里面的时候 你首先要检查的 并不是你身旁的那个人啊 你要检查是你的念头 如果你的念头当中 充斥着这个 我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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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发现 就像刚刚不要想白熊一样 到最后你仍旧是 想到了白熊 那在互动认知里呢 你不断的去说你不要的 而不去说你要的 我常常说 这就是当你不说清楚自己 就等于让任何人都可以扭曲你的意志 讲一个杀风景一点的哦 就像可能有时候男女朋友或老夫老妻 可能老婆生日快到了 老公就问老婆说 那你想怎么过生日啊 那有时候这个女生 有时候就会比较含蓄一点 就是不要麻烦了 大家都老夫老妻了 结果呢 到了生日那一天 老公还真是没有准备 就这老婆可能生闷弃生了一个月 好 那我必须说 第一个 老公的功课当然是必要的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男生 你千万不要傻不扔扔的 真的觉得对方说不用麻烦了 然后你就真的不麻烦了 这是第一个 但今天不处理这一块 改天有机会跟你分享 但是另外一块呢 女生的部分 如果你很清楚知道 老公真的如果没有做任何准备 而你真的会很在乎 或你真的会有情绪 这个要怎么知道呢 其实你看你自己过往的经验的例子 这么多年将下一夜 过够多生日了吧 如果你是这样的话 那与其你跟老公说不要麻烦 不如跟老公说 如果我在生日那天 可以跟你一起吃个饭 如果在生日那天 你可以早点回家陪我 如果在生日那天 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小约会 我就会很开心 你会发现 虽然我知道很多人在亲密关系里面 想要多一点惊喜 但是当它变成是你的everyday life 柴米油盐 酱醋茶 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期待惊喜 你到底在为难谁呢 你可以想一想 好 那我当然必须说 这可能是我年纪到了中年之后的一个感受跟体悟 可能很多还在热恋 或者是生命当中追求两性亲密之间刺激的人 可能会不太重听 在此我先代表我自己跟大家致歉 但是一段关系要长期经营 真的 不要让彼此花力气再猜测对方 所以 不 你会发现 他在互动认知当中 他会造成什么结果 当你常常的对于另外一个人 对于其他人说你不要什么 哪怕你是个老板 你跟对方 你跟你的员工说 我不要你这样子做 可是你却没有告诉他 你要他怎么做的时候 你会慢慢的变成一个难以取悦的人 好 我们说难以取悦的人 最典型的 你有发现 有一些人 公主病 公主病 他是不是就是一个难以取悦的状态 那这边我不是指任何的这个性别的部分 其实很多男生也有王子病 就他什么都不要 或者是你问他什么 他就挑三拣四 然后你真的问他你要什么 他又说不清楚 或者又不说 要你猜 那我就记得 这应该是蔡康永 他所说过的一句话 非常的经典 我那时候听了真的是拍案叫结 他说 有公主病的人通常都不是公主 而是有病啊 所以呢 如果你对于他人或对于自己的语言 在习惯上面 经常会说不的话 那你是不是在跟人际互动 在彼此的认识跟认知里面 你让自己掉入一个这样的窘境 你成了一个难以取悦的人 最后一个 其实不在我们跟他人 包含跟自己情绪交流 在这个层面 情绪交流层面会有什么影响呢 你会发现 当你面对到一个 特别是他处在一种比较重的情绪 的人这样的状态的时候 你可能会常常开口就说 你不要难过啊 不要害怕 不要生气啊 我们的出发点是什么 我们在安慰他嘛 你的心地好不好 好啊 你是不是希望他度过这一段 艰难的情绪时刻 是啊 可是我只要反问 如果你今天很难过 很害怕 很生气的时候 别人告诉你 不要难过 不要害怕 不要生气 有用吗 这样的安慰会起任何效果吗 甚至于如果他讲话的语气 稍微让你觉得有点不重听的话 你会不会觉得他在说风凉话 比如说你接下来要上台 做一个重要的报告 就紧张的要命 就旁边拍拍你肩膀说 你可以的啦 你当下真的有觉得被鼓励到吗 或者是不要担心啦 你真的觉得你有被安慰到吗 你会不会在那一个觉得 你当然这样子说啊 因为上台的又不是你 所以你会发现在情绪交流当中 我们有时候出发点都很好 可是我们却很直觉的告诉别人 不要难过 不要害怕 不要生气 如果把不要跟后面的难过害怕生气 连接起来的话 你有发现这样的语言 你等于否定了他当下的状态 你否定了他本来就会有的情绪 反过来说 如果这样的话是你对自己或别人对你的话 是不是等于也否定了你现在的身心状态 但一个人的状态被否定的时候 你能够期待他接下来有什么样的表现或反应 所以我常常说情绪是无法被消灭的 特别是那些负面的情绪 我们常常有时候是把人当事来处理 你知道吗 就是跟你说你不要生气 不要难过 不要害怕 你只要不生气 不难过 不害怕 你就check 了解我的意思吗 check 就下一位了 好 那我真的要问你 如果你觉得自己是被那个check的那一位 你会有什么心情 所以其实情绪这种东西它是一个能量 任何有情绪不管是正面情绪还是负面情绪 只要它能够好好的被承接被引导 这个能量是有创造力的 但是我们经常因为可能过往学习的经验等等的 我们很惯性的用不这样的外在语言跟内在语言 其实我们在本质上是要消灭掉这个情绪 也就是消灭掉我们创造跟前进的力量 情绪无法被消灭 情绪永远都只能被承接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不这样的一个惯性 不管是对外还是对内的表达 它很容易造成一个窘境 叫做好心做坏事 什么叫好心做坏事 你不妨思考一下 当你用这样的语言安慰别人 甚至于你告诉自己不要害怕的时候 你的出发点是什么 你的出发点希望自己更有勇气 你的出发点是希望安抚对方 你当然是个好人 可是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 我相信你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所以今天我说为什么不能说不 再次强调不是这个字是禁语不能说 而是当你不假思索 没有意识的是以很惯性的方式 在对他人跟对自己用这样的语言的话 那他可能在行为习惯互动认知跟情绪交流上 他都没有办法为你创造出更美好的人生 更美好的人生其实有三个部分 今天在最后跟你分享 如果你希望在我刚刚讲的那些部分 不管是行为的 不管是情绪的 不管是互动的 更圆满的话 第一个部分 你要的是什么 要特别刮号起来 你要的是什么 开始习惯的 从外在的语言 包含对自己的内在的语言 去设定 那我要的是什么 如果你不要老板这样对你 那你期望老板怎么对你 你会发现都会造成一连串的思维逻辑的改变 当你期望老板善待我 这个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源头 我要老板善待我 那你是不是下一步 那什么叫善待 清楚明确的列出来 那如果你要老板这样子善待你 那你需要做到什么 让老板有理由这样善待你 那你会发现这样的逻辑 它有个好处是 如果你做这样的一个推演之后 你真的做到那些事 而老板没有善待你 是不是你也等于告诉自己 我做完我说我该做的 而老板不这么做 你是不是可以有别的选择 你可以到别的公司 你可以选择 重新调整你的期待跟设定 这些都是选项 其实生命最大的自由在于有所选择 为什么我们会活到没有选择 就是因为我们用不的外在语言跟内在信念 再次强调一件事 你说你不要什么 不等别人或这个世界或宇宙 就知道你要什么 所以第一个你要的是什么 第二个层次 叫做帮自己盘点一下 以你现有的资源 可以怎么做 可以括号起来 以你现在有的资源 你可以怎么做 就像我刚刚其实已经推导给你看了 你首先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确定这个要的并明确定义之后 你是不是接下来才有行为步骤跟行为方针 行为步骤跟行为方针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它可以帮助你去检核 我今天做了这个事情 有没有得到我要的 如果没有得到 那我可以做什么调整 我常常说 人生很难一处可乘 人生很难就是一下子做第一次就到位 它都是try and error的过程 尝试错误的过程 可是你要尝试错误 它一定先从正面表述 先从确定你要的是什么 才有检核的点啊 否则当你用删去法的时候 一样大脑听不懂不 你不会得到你要的 而且就算那个你不要的消失了 你也不一定会满意 也不一定会快乐啊 第三个部分叫做 如果现况就是如此 我能够有什么期待 期待刮好起来 刚刚说的嘛 如果你要老板这样子对你 具体该怎么做 好 就是可以怎么做 那如果你做了 而且你确确实实的去检核 你做到位了 而老板给了你你要的 那你是不是可以在你跟老板之间的关系 进一步的 那正面的期待是什么 但是万一老板没有得到 应该说老板没有给你你要的 你做到位了 老板仍旧雇我的时候 那你是不是可以调整自己的期待 我常常说 在生活或者是职场里面 不干的最大 你永远有所选择 可是你会发现 很多人说 你这样子讲 当然很轻松啊 我置身其中 我哪里敢说放就放 来 它是一个循环逻辑的问题 你今天之所以不敢说放就放 是某个层面来说 在第一步 叫做其实你也不确定自己要的是什么 你也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所以当一个人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就像是一个溺水的人 只要他能够抓到什么东西 他就死抱不放 不管那个东西能不能真正的救他 所以呢 三个部分 第一个 你要的是什么 第二个 以现有的资源你可以怎么做 第三个 如果现况就是如此 你能够有什么期待 要的 可以 期待 这三个关键字 那希望呢 我今天的分享 对你能够有帮助 为什么不能说不 其实很多人会想要学习的就是 我怎么样去调整自己 对外的语言 包含对内的信念 那关于这方面的调整 其实我自己本身 在所开设的课程当中 特别是人际回应力的这门课 它会帮助你去调整自己 怎么跟别人回应的外在语言 你的外在语言 行锁你的世界 行锁你所有的关系 当然也行锁你的人生 更重要一点是 外在语言的调整 它会联动到你内在信念的调整 你怎么对自己说话 而对自己说话 往往会影响到我们自我价值的 可能是别人的轻蔑 别人的挑战 在遇到别人的轻蔑跟挑战 这样的撞击的时候 那你怎么样可以帮自己 降人位置 希望我今天的这一段分享 对你有帮助 帮你开启一个重要的观念 帮你觉察自己的习惯 更重要的一点是 如果你想要具体的 进一步的去圆满 自己在回应 自己在语言 不管是对外的 还是对内的 那么欢迎你来到我的教室 我很期待能够在我的教室 见到你 我们一起前进 如果你喜欢我制作的内容 请在影片里按个喜欢 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如果你对于我们所开的课程 商品服务有兴趣的话 我们在每一段影片 说明的最末端 都有相关的连结 再次邀请你 期待在我的教室 见到你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